再來要跟您討論這個話題 如果說全台灣每一個縣市 你對哪一個縣市最沒有印象呢 有民眾在網路上就發起了這個討論 很多人說 雲林 你大概知道這是一個地方 但好像沒有去過 確實很多人在留言下面 都這麼形容雲林 還說 台灣22個縣市裡頭 雲林非常沒有存在感 只是這樣子的話一出來 就馬上引發很多雲林人 還有知道雲林人的人 來批評他囉 主要為什麼 因為雲林其實是農業大縣 有時候我們會說你吃米 不知道米價 那現在這個狀況就是你吃菜 不曉得菜從哪來 多半的葉菜類 其實就是雲林農民辛苦種出來的 還有全台非常知名的媽祖廟 每年進鄉人潮也是非常多 更驚人的是別小看雲林人 西樓鎮農會曾經奪下 最富有知名 2022年他們的存款 是有破兩百億元的 對此農會現在甚至出來說話了 他說不只在2022年 今年他們的總存款 也是破兩百億 西樓大橋擠滿人潮 都是跟著媽祖去淨香的 福興宮香火鼎盛 拜拜人潮年年創紀錄 還有谷坑花季遊客爆滿 在地生產的咖啡 全台之名 就有人在網路上發文說 只知道雲林是個地名 去都不想去 此言一出馬上被炮轟 當然一定是出來他本人 沒有來過雲林 然後沒有聽過雲林 是不是地理沒有學好 鄧麗君也在這裡 對 開始啊 建湖山總會知道了吧 補坑咖啡總會知道了吧 民眾發文還說雲林在台灣 沒存在感 縣長張立善也反駁 你吃的三把蔥當中 有一把來自雲林縣 讓雲林人驕傲的還有當地 西羅農會的存款曾奪下最富有 二零二二年總存款突破兩百億 會那麼有錢 農會說因為西羅農民大多 種植短期葉菜類 一年收成有十四十五次 都現金交易 農民生活單純 大多買地買房 多出來的錢就存農會銀行 雲林不論觀光和存款金額 實力都超強 華視新聞 雄人洪彥輝 吳建宏雲林報導